科幻动作漫画和电影中的变形金刚主要主角 也就是擎天柱Optimus Prime 曾经是前首相的都斯里纳吉的代号 今天续审的一马公司案件当中 Mbang前公关部经理余金平共称 一马案通缉犯刘特佐和他通电话时 会以擎天柱英文缩写OP来指称纳吉 一马公司案件的第41名证人 在接受主控官哥巴斯里南盘问的时候 确认他在2014年12月8号 通过黑美手机的通讯软体 与刘特佐联系的时候的对话记录 曾经提及OP 对话内容提到 想要在12月底之前关掉账户 在这之前证人也共称 从未直接联系过纳吉处理户头 一直都是刘特佐居中协调 证人在2019年为纳吉SRC 国际公司汇款案共证的时候 也提过相同的说法 本集中协调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